古剧姬与其助理妻子冷恩相恋十几年的故事,曾经打动许多人,虽然在情深圣语蒙蒙中,何淑华左右又保堪称渣男,然而古剧姬本人在许多观众心目中,却是难得一见的娱乐圈好老公。 古剧姬也频频在个人社交平台秀恩爱,毫不顾忌地展露自己对于大四岁妻子的喜爱之情,而近日,古剧姬妻子们认出行时,被拍到穿着宽松身材发福,比之前人润不少,疑似怀孕,这本是一件好事。 却有网友因此而对古剧姬的好老公形象提出句疑,趁古剧姬好老公人睡衣崩塌,原来是因为日前古剧姬出席活动时,贝恩妻子怀孕一世,竟表示,我对她其实不是很了解。 媒体则追问,是否还没到时候不能说,古剧姬进一步表示,我们在家里很少聊天。 古剧姬的回答,也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,有网友表示已经相恋14年,结婚4年还经常秀恩爱的两人,居然很少聊天,这让人觉得非常不可思议。 不过也有粉丝表示,古剧姬明显不想回答记者的提问,是以开玩笑调侃的方式应对。 其实,古剧姬和妻子的深切感情并不需要质疑,蓝烈为了古剧姬甘愿抱起高兴厚职,始终做她背后的女人。 古剧姬也不为剧粉丝流失事业受挫,大方在得奖时感谢妻子的付出。 这样双向的顺厚感情是无法作假的,古剧姬此次的言论,也只是在开玩笑调侃记者的不封捉影而已。 你觉得呢?更多娱乐八卦都在混合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,哎哟。